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国内的转件并定为这种不是运带的 这个东西是方便 但是我个人也有这种有限 但这些麻烦那些土壁 土壮地区在有这种环境的这种工地 这种工地在里面这种是相对来说中国国内比较少年的 同时一点我可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观点 这种不是中国产的 有可能是越南产的 这种可能观点 像这种越南除了这种人情话 很有可能就会被中国的专家定性为这个是方便 养帘 缠织菊纹 内绘卷草纹 火珠纹 磨印有凤纹 回字纹的这件铁钩碗 它的风格是元代清华色的风格 但是从它的底部楼胎 右色右脂 画工 清华发色 老化迹象 磨印工艺 各方面显示只是一件新仿 首先底部楼胎 胎的纸体发干 颗粒较大 胎表不是特别平落 呈现出的老化迹象呢 不是有丰富的老化 风化层的那种状态 不够自然 并且呢 右的表面光感呢 是显得较为板结干粮 右层呢 较为透明 右层还是显得较为单薄 而且右下青花的整体 色感呢 还是整体偏灰 颜色呢 没有丰富的颜色色接 绘画的用笔呢 笔风还是辽造了一点 尤其是像这个菊花的花瓣迪压关系 叶叶片的状态 质干自然生长关系 这些呢 还是呈现的有些细碎 尤其是叶片 它的养帘的粘 大线宽线以及里边的填染 都显得较平板 绘制的卷草纹呢 笔法也是显得较乱 那么火珠纹呢 绘制的那种状态呢 笔风呢 是显得有点轻挑 里边呢 应该磨印的是凤纹 因为图片呢 不是特别的清晰 但是呢 磨印出来的这个纹饰呢 是显得整体感差 旗鼓的线条呢 不是特别的饱满 而且呢 这个模具应该是我们现代人开的模具 磨印出来的花纹呢 它没有整体感 如果是真品的话 磨印的旗鼓凹凸呢 是不够高 但是呢 显得非常富有立体的浮雕效果 这个上面呢 不重见 希望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的课论 市场主要是小伙伴的 市场主要是小伙伴的 那边呢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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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出品的小伙伴